好,刚刚我们看到说 R里面所计算出来的变异数 跟我们所计算出来的变异数不一样 那我们计算出来的变异数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变异数是在这里 Min D×D等于2.9166667 但是我用R的VAR计算出来呢 却是3.5 那两个都对 那这一定有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两个都对呢 因为解释的意义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变异数是按照几率分布来的 所以它是标准的变异数定义 所以如果我们是以指骰子而言 变异数确实是2.9166667 但是呢 R里面所计算的变异数不是几率模型 变异数 它所计算的变异数就是样本变异数 OK 那样本变异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的 R里面定义的计算的VAR 其实是样本变异数 也就是S平方就等于 这一个公式除以N减1 那我们在变异数的定义里面 这边是除以N的 那样本变异数必须要减1 差别就在这里 那我们用这边计算一次给各位看 各位就晓得了 我一样S就是1到6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用标准变异数的计算方式 也就是说把它当成是一个几率分布来计算的话 我应该这样算 应该算S减掉minS 这个是它的差值 那这个差值第一 我们看到是这样 但是变异数的定义是差值的平方和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算 min 怎么讲 就是D乘以D 之后呢 平方和的平均数 所以呢 我这样子算好了 总和除以6 因为有6 骰子有0到6点 所以总和除以6 那这个叫做 直接 直接算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算出来2.1916667 那这个是总和的平方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VAR DIST VAR DIST 所以VAR DIST 这个是2.9166667 那但是呢 我们计算VAR X 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3.5 你会发现它是3.5 那为什么是3.5呢 它计算的是样本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跟我们上面所计算的那一个公式呢 基本上很像 但是呢 它是除以N-1 也就是除以5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VAR SAMPLE 这个叫样本变异数 这个叫样本变异数 我们看VAR SAMPLE是多少 就是3.5 所以 R统计软体里面所谓的VAR 它计算的是样本变异数 所以才会是3.5 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说它在公式上面 它除以N-1 而不是除以N 那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这个 怎么讲 因为样本本身 本身在取那个变异数的时候 它本身已经减掉了一个均值 所以才会有这个差别 那这个 之后我们看到统计的时候 再 比较详细的来看 因为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计算方式 最后会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要减这个1呢 因为它是一堆样本的结果 但是以几率分布而言 变异数还是这样算 所以下次如果我们考试 各位请记得到要分辨 到底我们所指的是样本变异数 还是一般变异数 那如果我们 我们的题目上面 应该是样本变异数的地方 我应该都会直接指明 就是说你要计算的是样本变异数 那如果人家没有给你几率分布的情况之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 真正的变异数 所以你也只能计算样本变异数 ok 那这在很多情况 会是 会是必然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真正的几率分布是什么 以骰子的例子你还知道 但是以复杂一点的例子 通常我们不知道 或者是母体未知的情况之下 那至于什么叫做母体未知 就是通常我们举个例子 骰子我知道说 那个母体应该是各六分之一 但是呢 请问明天下雨的几率 明天下雨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母体 你母体该怎么定义 因为所有的天 加起来的那个东西才是母体 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观察所有的天 所以通常母体是未知的 那母体未知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够计算样本变异数 没办法计算真正的变异数 这样了解 好OK 那这是我们 对刚刚 我们计算变异数上面的一个澄清 两个都对 但是一个是母体已知 我们可以计算变异数 一个是母体未知 我们只能计算样本变异数 那R里面是样本变异数 这点请各位记清楚